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们进来 你说 你说没事你说你说 你说嘛你不是不恨了吗 我拉你很难 我女孩子还那么厉害 我女孩子那么厉害 你看你是怎么弄的 你说话不为太得不好 你想你这样 金女士提供的这段视频 拍摄于上个月31号凌晨3点多 她说自己是做直播带货的 年末几天下班都这么晚 当时她和丈夫开车进小区 被拦在了门口 因为她有时候直晚班的那些 她会在那玩手机或者干什么 就会影响她 然后每次我们都要下车 跟她说好话 然后让她开一下门 然后那天晚上到那 她还是不让进 我老公下车去给她说好话去了 去给她说好话之后 然后好久还不过来 然后我就下车了 我也下车了 我下车到那 她还是没有开 金女士说 她和保安因此发生了争执 还报了警 她介绍光于到闸 有车辆识别系统 登记车牌后 车位先到先得 当晚屏幕虽然显示车位已满 但平时里面都会有空位 后来她也是经民警协调 开到公寓里面停车的 可之后发生的事情 让她不太舒服 第二天她就把我们车牌 自己给我们取消了 然后我们进来的时候 才发现进不了了 截止到昨天 我们车一直停 外边已经有几天了 然后我们就停在 那个小亭的外面那 然后那个方向是基本上 每天都会有车停在那的 但是昨天我们停在那 刚好是那天晚上那个戴眼镜的一个保安 那个保安在这值班 结果她就给我们车上贴了东西 而且用那个铁牌 直接怼到车门上 给我们穿小鞋嘛 金女士说的停车位置 在公寓外的道路通道上 这里有一个疫情防控测温港亭 车上的通知写着 车主请勿将车辆停放于道路通道 以及主干道两侧 可以停放到一旁的停车场内 找到公寓保安室 这位师傅说当时的保安师傅上夜班 人不在 他帮忙联系了负责物业管理的工作人员 物业工作人员说 小居外面还有一个停车场 有的住户会就近停在那 所以有时候会存在道辣系统显示车位已满 但里面还有空位的情况 这时车主可以和保安沟通一下 至于金女士说被贴提醒单的停车位置 是网约车等候区 也拉了一个警惕线的 然后就是平时的网约车不让他们进 他们就在那里掉头的 如果你停车停到那边 他停到那个警惕线里边 如果到车别人那种掉头的时候 蹭上了怎么办 工作人员表示金女士做住的这一状 是他们传话对外出租给宅一起新青年社区的 目前的情况金女士得找管家 现在已经沟通了 而且就答应几天之后会帮他们解决的 管家小黄说已经把情况上报给了公司 传话方面也表示会协调一下 尽快把金女士的车牌恢复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